老師 為什麼你刷睫毛 你的刷子是放直的 你懂我的明白嗎 就是 我們這樣刷 我們都是把它刷這樣 可是你都會是這樣 一般你刷是這樣子 像我刷我喜歡45度角立著刷 為什麼 因為它可以一根一根 把睫毛一根一根的 這樣把它刷出來 就像我們刷下睫毛意思是一樣 對 因為它有一個切角 這樣進去之後 它就可以又濃又翹又根根分明 有差 好 微笑的眼睛 然後再來就是 算了 瞬間放大 差兩倍 下睫毛 下睫毛為什麼要換另外一根 睫毛刷 我要換一根更小的 這個更小 為什麼 因為小芸眼睛真的很精緻 怎麼會講話 精緻 很精緻 我用大把 袖珍 袖珍護的概念 我用太大把的 有時候會不小心會 戳到眼球 你看我用這個 你看他們擦 兩個擦好多 我擦一半 砂頭擦很多 OK 這樣比較好操作 好細 對 然後現在還有一點不完美 哪裡 這樣還不完美 就是很多人刷睫毛 刷到這個階段對不對 對 你看它就有一點 尾巴有點結塊 或者是不夠順 比如說你看 比如說尾巴這邊 好像翹度沒有這麼的漂亮 尾巴對不對 因為你很怪怪的角度 這時候就要拿出我的 睫毛膏香口電棒 第三寶 第三寶 對 第三寶 尾巴稍微燙一下 再燙一下 老師 那燙這個要等睫毛膏冷掉嗎 不是 乾掉嗎 乾掉 對 它氣氛乾就可以燙了 然後燙完之後 它的尾巴會更 顏尾 顏尾會更順 而且角度會更漂亮 就是你一整天 都不用去擔心它會 真的 它不會垂下來 不會 差好多 快立起來 小雲走二眼差好多 你看 很挺 我跟你講這樣一整天 這麼翹對不對 又不怕油 不怕風 不怕雨 因為它就飛在外面 好 燙完尾巴 這樣 有 很乾很乾的裝 然後把它放到盡量最大 對